剛才Jason提到政策影響左右大事的方向 國務院昨天發佈了一個 傳名《關於依法重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稿 簡單來說 要加強中概股的監管 完善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動 及涉密信息管理等的法規 當中特別提到中概股 他說要設實採取措施 做好中概公司的風險及突發情況的應對 推進相關監管制度的體系建設 修改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務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 Jason,你看完整份文件後 你覺得文件的條例或通力 其實對港股後市的影響大不大? 是有些負面的 因為這份文件中也牽涉過幾個因素 包括整個資本市場的運作 要更加受一個法規監管 對於一些違規的法案 都是要嚴懲 說明措施都比較強硬 亦可能提到一些關於場外配資的問題 都要盡快適度去解決 另外剛才提到的 關於中概股的監管亦說是加強 對於這一點 我自己又會看得更加謹慎 因為大家知道了 這個星期為何科網股跌得厲害呢? 就是因為滴滴出行 美國上市後 三天 三天不到 被政策叫停他的新用戶註冊 甚至乎要求他下架 美股在昨晚來說 滴滴亦是暴跌 因為這段時間有些傳聞有些報道都看 就說在滴滴原諒上市之前 內地監管層都已經跟他有接觸 都要求他可能要先處理好數據 有些東西就不能夠 即是這麼急要上市 但他又沒有理會 所以就出現了這個情況 他做了先斬後袖 但對於內地的監管層來說 一定很敏感 戒心很大 有些一間 會不會有第二、第三間 都是這樣呢? 特別如果本身這些 中概股大部分都是新經濟 而新經濟有一個特色 他們本身都維持著很多用戶的資料 或者整體關於國家的數據 究竟這些數據在美國上市之後 要披露多少呢? 會不會對於網絡安全 或數據安全來說 是有一個隱憂在這裡呢? 根據文件就沒有這樣寫到 但我自己在推敲 或者可能在市場 大家在想的事情 就是擔心這個問題 他說加強中概股的監管 那是不是代表著 現在在美國上市的一些中概股 接下來就不是單單受美國那邊的 證監會或者那些法規影響 而是內地方面一些監管部門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可以規管他們呢? 那這部分會不會到最後 令到他們未必可以在美國 繼續上市的? 如果要符合不到當地法則 有些數據要你公佈 而你做不到的話 分分鐘可能要你退市 就回來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風險 另外亦都可能留意 就是未來可能有些公司 打算去美國上市的 特別大家都知道 騰訊、阿里巴巴旗下 有很多投資了的股權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VC 或者一些Fenture Capital 或者一些Startup的公司 那他們投資的目的呢 當然是希望湊大那些公司 然後可以去上市 而這些科網公司 通常去選上市的地方 譬如滴滴利益 第一個選擇都希望選美股 因為美股這段時間升得多 股值又高 股值又高 所以他們集資方面 亦都會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說現在出現這個 中概股監管問題 甚至乎他有看到 可能對於一些公司 在境外募集股份 或者上市的規定 都要做一個修改 那如果你說這個修正 是再辣一些的 要求是再多一些的 那會不會令到 很多Startup公司 未必可以有資格 在美國上市呢 所以對於騰訊和阿里巴巴 旗下投資的股權 某程度上 都可能會有些減值風險 所以這個文件 我覺得對市的影響 都算是很大 但當然接下來 他如何執行 或者實際上 如何演繹這些條文 都還需要關注 是的 都留意著 譬如滴滴出行的事件 其實《環球時報》 都有一個評論文章 他提到 他在美國上市 已經是暗示他 不是很正確 另外 他最大量的股東 都是外資 更加令到國家不滿 但其實你去到美國上市的話 有時就無可避免地 引入一些外資股東 都是必然的事 所以就是繼續留意著 政策文件市場 如何解讀 以及會不會再接下來 有些更具體的措施出台 我們到時就再跟Jason聊 那剛才